大家好 很多话友在这一段时间 养血爪蓝着重于浇水施肥 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一些做法 那么这段时间我们养血爪蓝 应该最重点的就是放在降温 因为只有给血爪蓝降温 才能避免各种病害出现 如果说我们不降温 那么我们给它施肥再好 浇水再好 那么它是非常难熬过夏季的 因为这个温度只要超过35度 血爪蓝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给它降温 那么我们给它降温的方法有很多 第一个是把它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 或者放到树荫底下 不给它太阳止色 还有一个就是经常给它喷一些水物 来给它降温 那么这都是给血爪蓝降温的一些技巧 但是大家一定要切记 我们不能给它浇水降温 因为浇水降温的话 更容易导致血爪蓝烂根死亡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都达到了这些条件 给它施肥的话 建议大家使用这种管施肥 这样的话就不容易产生肥害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 我们在这段时间 养护血爪蓝最重点该做什么 我们下期再见